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随便看,我是佳文 地址新闻,没错,大马政坛又开始地震了 根据The Wives媒体的描述 反对党国盟开始来挖脚国阵的议员 想要推翻安华的团结政府了 甚至他还把这个missan取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名字 叫做Do or Die Do or Die 没有错 这也是每个妈妈在叫小孩子做公共会讲的话 哦,妈咪,I don't want to do whole work Do or Die 那那那那,各位,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The Wives 它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网络新闻爆料而已 之前Sheraton Move也是由他们来开始爆料的 这一次他们还很明确地说 至少有12名的国阵议员已经被现役参与推翻团结政府 其中的10人呢,还是之前就有签SD一挺光不有丁的人哦 哇,说到这样啊 魏家强表示 你不如直接讲我名字咯 正是因为指向性有点明确 所以他真的是有点紧张 马上他就发了一个视频来澄清 他自己对这件事情是毫不知情的 呃,其实这一次咯,我是觉得我相信他啦 毕竟你有没有看到前几天他都很忙咩 他忙着这边check机票嘛,对不对 他的手机全部都来看APP了 哪里还有空要去搞这个政变哦 哇,所以到底有没有政变呢? 而我们自己呢,是觉得比较难 因为现在的政局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加上沙巴其实已经发生过小型的政变 所以Bernod Block是很难这个时候再倒过去国门的 所以如果没有Bernod Block的支持 就算12个巫统的人离开了团结政府 团结政府还是够数的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这12名国政的议员真的跳槽的话 那他会因为反跳槽法而需要把议席悬空 简单言之就是要补选啊 那这次补选,国门就有保证一定会赢吗? 很难讲哦 毕竟安华的支持率在2月份已经达到了68% 只有20%的人是不满意他的 所以我们觉得嘛 政变呢不太像 而这个消息放出来 比较像是去试探马来社会的反应 以及接下来要来评估六个州的周选成绩和去思考战略啦 所以国门想要上台 老实说是有难度的 我是说上电视台 真的没错开灾节嘛 我们的国门本来是要上这个TVD哥和广大学民一起欢庆开灾节的 谁料在开播前的10分钟啊 直播前的10分钟啊 TVD哥这么大的电视台居然突然间通知 哦 由于技术问题我们直播要喊停哦 这么大的电视台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会这个时候出现问题呢 难道是和安华的谈判技术吗 所以因为这么巧的关系 图团党成员袁怀少也在一集的Twitter上面去质疑啦 我明明给了钱的我 last minute给我取消 难道是受到这个政治的干预吗 哇 原来传统媒体这么过分的啊 答应给人家上电视cancel就算了 还收钱 这也太过分了吧 换就是我们就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咯 我们的话 给了钱是一定会给你上了 在干嘛 这个好 现在的新闻 最近马来西亚发生了多起害人停闻的诈骗案 我们来看看外派记者卢卡斯的报导 是的 主播 今天要来跟大家报导的是 隔热魔诈骗案 没错 市面上呢 很多隔热魔讲自己可以当很多的太阳99% 但实际上呢 只要用这个加农太阳炮测试一下 就会无所遁形 其实他们都是很差的 今天我们就来raytech测试一下吧 Let's go 首先我们要来进行光能测试 这把枪它会发出热热的热能 然后如果我们隔着隔热魔 侦测到的数据越高 就代表这个隔热魔越没有效果 所以这个号称可以隔热90%的隔热魔 你看它的数值 哇老喂很高哦 完全没有办法隔热 再来看这一组也是 哎呀不行啊 那如果是这个raytech的隔热魔呢 哇你看它的数字直接低过60 只要少过60就是最高等级的隔热魔啦 是的各位 所以如果你花了两三千块装隔热魔 还是觉得很热的话 欢迎来到raytech的门店 只要一进门喊卢卡斯 就可以获得免费的测试啦 像这样子 卢卡斯 免费的赶快来打假 从你我开始 把时间还给主播 好的谢谢卢卡斯 接下来我们也欢迎广�的群众 拿你自己的汽车的隔热魔 去和raytech进行PK啦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隔热魔比较还厉害 上门去挑战 去给它打赌 谁的隔热魔比较厉害 如果你赢了 它免费帮你贴多一辆车的隔热魔 如果你输了咧 就拿他们给你的offer来贴隔热魔咯 对不对 是的说到赌 东马最近掀起了赌场的争议 我们来看报道 在沙拉越州政府不排除在婆罗州高原度假项目当中设立赌场计划的消息传出之后 一党沙拉越州主席佐菲里扎拉伊就联合当地的一些穆斯林组织提出了激烈反对 沙拉越首长在介绍婆罗州高原度假船的计划的时候呢 就被问到有没有可能开设赌场 他大方的表示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一提到赌场 有两群人一定会非常的兴奋 第一群就是赌客 第二群就是 伊斯兰党 马上这段发言就知道到了伊斯兰党的反对 伊斯兰党沙拉越州主席佐哈里扎拉伊就认为 在沙拉越开设赌场是必大于利的 因为人民会染散毒瘾 然后会破坏家庭 然后会危害社会 造成的问题会远远多过我们所赚到的钱 他认为游客去沙拉越是为了美景吗 怎么可能会为赌博而去呢 那这个就是你天真了 游客是为了美景 可是赌客会为了赌博而去啊 不然你以为这么多人去云顶真的是为了吹风啊 他们是不是去那边 等风把钱吹过来 当然啦 伊斯兰党这次是联合了几个沙拉越的伊斯兰组织 比如美里马来人协会等等来反对的 他们说建赌场也违反了穆斯林的教义 会导致沙拉越的穆斯林不安 对此沙拉越州旅游创意产业级别的伊斯兰组织 部长阿杜卡林就跟你说 安啦 沙拉越市立赌场没有什么好不好 因为沙拉越不只是穆斯林的 各位 超帅有没有这句话 超帅啊 什么心动挡落爆啊 挑战你敢不敢讲马来西亚不只是穆斯林的 敢不敢 超帅耶 而且阿杜卡林的态度其实是很理性的 他说 我不是讲我一定要见 只是我们说可以去合理的探讨一下 既然新加坡可以见 那我们就去衡量一下 这个东西就叫给州政府去决定 到底是必带于利还是利带于弊 只是说 我们怎么可以说一定不见呢 哇 听到沙拉越部长这么理性的发言 真的是令人感动过 然后我们是要靠懂嘛 我决定 如果以后再有人跟我讲沙拉越人住树上 我就把它埋在那棵树下 哈 给它做肥料 给那个树上的沙拉越人住的安静一点 开玩笑啦 可是鉴于阿杜卡林实在是过度帅气的发言 让大家看到了捍卫大马事实主义的希望 尤其是西马的华人更是集体高潮啊 可是各位 本频道还是要善意提醒大家一下看看这张照片 没错啦 还记得吗 这是去年大选过后 他们差点就会与西兰党合作的哦 所以呢 客观的说呢 我们只能讲也许在东马 他们会去抵抗绿朝的侵入 可是对于绿朝会不会席卷戏吗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靠自己啦 哈 不要带舍王别人住你 毕竟靠叔叔会倒 好的 下一则新闻 最近呢 金马伦的菜籠引发了丢菜草 这些照片让所有的网民看到都很心痛啊 大家都很惊叹 这也太浪费了吧 为什么这样子去糟蹋粮食 你懂非洲有多少小朋友没有菜吃吗 你懂吗 我相信呢 非洲还从此刻心里想的一定是 谢谢你啊 又在有人浪费食物的时候想起我 虽然你从来没有捐过任何钱给我 当然谢谢你哦 回到正题啊 菜农之所以需要丢菜呢 是因为由于阳光充足 天气也热 蔬菜迎来了大丰收 蔬菜的产能 比平时多了20-30% 但是就是这么巧 刚好就是碰上了菠萨 菠萨就导致市场的需求 少了20-30% 一来一往 这个蔬菜多少 60%是没有人要吃的 所以现在蔬菜的菜原价 是低到每公斤 50CM到1令吉 所以是完全跌破他们的成本价了 蔬农只好选择丢菜来止损 看到这里呢 非常多的网民 其实还是感到不解的 第一 为什么我们蔬农一直讲菜价大跌大跌 啊我们完全没有感受到啊 我们吃的菜还是一样的贵啊 啊我去吃火锅和娃娃菜3克 还是卖我8块钱啊 对此菜农的回应呢 是菜价的价格 其实不是菜农来决定 而是菜饭说了算了 由于蔬菜是消耗品哦 是不能囤货的 所以菜农一般会根据自己预测 你能卖出多少菜来进多少货 所以哪怕今天蔬菜的供应 再多再便宜 他们也不会多拿 因为拿了也没有人要买 没有人要买就是会贵 所以没有人要就是没有人要 再便宜都是没有人要 甚至如果你这次卖便宜过后 下次顾客们还会养成不健康的购物习惯 他却不愿意用正常的价格来购买 你想象一下那些Auntie去到Bassar 还一定会跟大家讲 喂我上次明明只是一块钱 就可以买到一把菜心哦 这么便宜便宜 一块饿了啊 一块 不卖我就走啊 走了啊 一块 所以呢菜饭一般也不会选择降价 那第二个大家有的疑惑就是 这样你反正都亏钱了 为什么你不要拿去丢 都不要拿去便宜的卖 或者是捐给这个慈商团体呢 拿去送给有需要的人呢 然后现在的菜拿去丢的话 你就只会亏了这笔菜的菜钱 但如果你要拿去卖或者拿去捐的话 它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比如说运输啊包装等等都需要人工的 所以这可能会导致你会亏的更多 另外呢整个市场对于青菜的需求量是固定的 如果他把这批菜拿去捐了过后 这些NGO或者是磁酸团体也会把这些菜拿去派 这样免费的菜游入了市场 原本的人就不会想要去买菜了 就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更少人去买菜 菜价就更便宜了 但是再怎么说呢 这样子丢菜其实还是很浪费啦 所以大家其实不妨想想让它发挥其他的作用 比如说出了捐菜啊 也可以像金马轮菜能工会主席拿着菜锅人一样 把菜当做去堆肥 把它当肥料 这不是很好吗 哼 问到一个哲学题 如果你把茄子当做茄子的肥料 这种情况 是不是叫同类相识呢 如果你觉得太残忍 你把粤米当茄子的这个肥料 茄子当粤米的肥料 这种情况有没有比较好呢 没有 是不是叫抑制分食 那政府方面有做什么努力吗 其实农业部的Mark Sabo就表示 Farmer已经会去提供这种咨询服务 来帮助受影响的这五百名农民 高价去收购这些青菜 可是这个也只是应急的措施啦 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已经很久了 如果你还有印象 从MCO开始 我们就一直听到这些菜农在丢菜的问题 可见蔬菜这种子也是时候需要改革啦 农业本来就是靠天吃饭的行业 它就是会充满这些不确定的风险 正如Mark Sabo所说 很多人一开始 没必是看到这个黄瓜有价 全部人跑去种黄瓜 结果导致黄瓜大丰收 价格发而下跌了 所以金马伦州医院和江也表示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是阻碍大马农业发展的其中一大障碍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科技化的程度不够 大家没有办法有DETA去乘量说 现在的市场上面到底有多少菜 我们就很难好好的去规划避免浪费 所以政府跟相关部门应该要推广这个科技化的管理 让农业协会和农业部门可以收集相关的资料 有了大数据以后 大家就可以根据它来进行决策 举例而言 如果你这个菜牛 你看到现在市场上已经非常多人种辣椒 你就可以去种番茄 如果你发现番茄已经饱了 你就可以去种土豆了 土豆也很多 这样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种豌豆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豌豆才可以打死这个僵尸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水片看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导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